那你症狀是怎麼樣 會上吐下瀉 然後比較嚴重的是吐 一天應該會吐個七八次 你知道你這個病毒是什麼病毒嗎 殺菠病毒 那他因為就是有發燒嘔吐腹瀉好幾天 那就是發現吃藥 這個症狀上沒有改善 那所以說甚至在這個發燒嘔吐腹瀉的期間 體重掉了兩三公斤 那就到我們的門診來就醫 那我們當然發現說這個小朋友的話 就是症狀上很明顯 就是腸胃炎的症狀很明顯 所以就幫他收治住院 那在住院期間的話 幫他做了我們這個多重的腸胃道的 這個核酸的檢測 那發現他是一個平常比較少 被診斷出來的殺菠病毒的感染 那殺菠病毒的話 他的舊名叫做雜晃病毒 最早發現是在1977年 在雜晃的一個拖音中心爆發群聚感染 然後被診斷出來說是殺菠病毒 大概是第一次的個案報告 那台灣的話大概是在2007年 在北部的大學也是發生腸胃道的這個群聚感染 那這個病人在被診斷出來殺菠病毒之後 那我們就是給予一些症狀的治療清淡的飲食 這個病人的話在這個支持性的治療之後 症狀慢慢的改善然後出院 那他的流行季節一般來講 也是在冬天會比較多 那或者是秋天 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盡量這個到公共場所要戴口罩 然後多洗手 那這個進食前或者如廁後 就是要記得洗手這樣子 殺菠病毒目前也是一樣 沒有疫苗可以預防 然後不要吃生食這樣子 已經發燒跟上吐下泄一個禮拜了 然後有去那個園嶺的某一間醫院看診 然後檢查不出什麼原因 就轉診到那個部立醫院做檢查跟住院治療 然後就驗出是殺菠病毒 經過馬來西亞的住院治療之後 現在情況已經好轉很多了